这一段呢我们来讲解一下驱动关键帧 那么首先呢可以看一下驱动关键帧呢就是用其中的一个属性来控制另外的一个物体的属性 比如说我现在创建一个locator 用当前locator的属性呢来控制这个门的开闭 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当前locator的Z轴的位移属性来控制门的开闭 当前这个门是关闭的 我们需要呢把这两个属性进行关联起来 也就是当前locator的Z轴的位移属性 还有跟这个门的外轴的旋转属性 把这两个属性进行使用驱动关键帧的方式呢进行关联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从动画菜单当中找到setdrivenkey 设置驱动关键帧 点击set 调用出这样的一个面板 那么上面呢是驱动物体 下面呢是被驱动的物体 我们只需要呢把当前的locator载入进来 那么这个门呢也载入进来 注意操作的时候呢去务必要准确 上面呢是驱动物体 下面是被驱动的物体 利用locator的Z轴的属性 Z轴的位移属性 跟当前门的外轴的旋转属性 在默认情况下 披一下 记录上 那么发现门的外轴属性被记录 那么locator的Z轴属性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移动 移动一定的距离 那么当前这个门的外轴的属性 我们也把它移动一个距离 就是说沿着外轴呢做一个100度的130度的旋转 然后我们务必呢再去对它进行记录 K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移动当前的locator 发现 通过一个物体的属性去控制另外一个物体的属性 这门在动画当中是经常用到的 尤其是作为控制来说 控制当前角色的骨骼 控制它的这些属性 那么经常会用到驱动换键针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另外一个门是同样的操作 我们把当前的属性的归零 然后对它进行操作 所不同的是呢 只需要把另外一个门呢 去加入到被驱动物体 那么你也可以一次性的加入很多个 比如说都加入进来 熟练以后可以这样去做 那么最好对它进行命名 想看得很清楚一些 首先在多为零的情况之下 先记录一下 然后去移动一定的范围 对它进行数值做相应的调整 也是注意这个属性是否联系正确 如果错误的话呢 可以选中当前属性 把它给打断 先选中属性 按住右键不松 我们可以选择break connections 把它打断 然后我们再次重新的来进行 驱动关键针的设置 先把它归零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动画当中 经常的使用这个frizen命令 在做操作之前先把它归零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设置 确认一下 rotate y 没有问题 已经k针 记录 然后调整它的位移 调整当前门的旋转属性 在k针的时候 空选 确认没有问题 k针 这样去调整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当前的位移属性来控制了 那么更多的呢 我们还经常的会用到 通过一个物体的属性 去控制另外的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 为当前的locator添加一个属性 好 我们把这几种可能的类型的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当前的记录呢进行打断 我们都知道可以使用break 或者我们试一下这个delete deleted 也可以 进行打断 进行删除都行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为当前locator添加一个属性 那么不要的这些属性呢 可以把它进行隐藏 隐藏起来 隐藏并且锁定 或者只是隐藏 那么显示属性需要把它保留 按住右键lock and add selected 只需要当前这样的一个属性 ok 那么我们添加一个属性 modify下面的add attributes 那么这些数据的类型是 适量的 是浮点的 是整数的 是布尔的 是数组的 还是其他字不串的类型 都可以去根据不同的需要 来进行操作 有些是这种基于开关型的 有些是基于这种浮点型 是一个整数的 这个小数型的这样的类型 都可以去设置 那么它的名称 比如说一个旋转 然后它最大最小值 为这种 通过一个数值 来进行控制 复时的时候 往内开 然后正时的时候 往外开 默认值为0 这样也是可以 多了这样的一个属性 用这个属性 给它进行 驱动关键线的设置 那么必须选中物体 选中物体的属性之后 再去使用这样的菜单才行 这样 再去用key 第二文件来 找到它 它是主动物体 它的这个属性跟 这两个门的旋转属性 也就是外轴的旋转属性 去key帧 默认当为0的时候 先key帧 key一下 然后这个值 那为正时的时候 它们两个分别打开为100 负正部130度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k帧 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也就是说动画当中 可以通过这种小开关 去设置你的整个动画的效果 只要给它k帧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对于 属性的连接 用到的还是同样的原理 那我们更多呢 还会对我们的物体 做一定的限制 对这个属性可以把它删掉 可以把它进行清除 移除当前的属性 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做 删除当前的属性 新建的这个属性 它会把它删除掉 OK Break掉 那比如说呢 我通过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的旋转 来控制门的开闭 比如这样的一个小机关 那么它搬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门就打开 可以设置它的角度 因为经常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呢 会对我们的骨骼 对这个 它的角度进行一定的限制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 比如说呢 我当前这开关 搬下去 它只能搬到60度 那么我可以 对当前物体的属性的做限制 找到它的 另外的一个节点 除了形态节点之外的 另外的一个节点 那么找到它 Limited Information 对它旋转属性做限制 也就是说 沿着那个轴 看一下X轴的旋转 做限制 在正负的这个值当中呢 做一下调整 看到 只能在45度之间进行调整 那么在你做连接之前 你应该先设置好 比如说这个门的旋转属性 也是可以做设置的 都可以自己调整 那么所用的方法都是一致的 通过驱动关键帧的控制 有时候显示会出问题 那么你就要重新保存 打开一下马亚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的调用 驱动关键帧的面板 在这里面 在这一 它是主动物体 用它的 X轴的旋转属性 去控制门的拍柄 相信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 K一下 X轴的旋转 分别打开 K一下 OK 检查一下 有没有正确 好 我们分别学习到的 这种三种方式的 驱动关键帧的一些属性 也就是常用的一些控制 把这个练习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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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